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着第一次金川之战的人物志 不知道啊您还有印象没有 这金川之战呢为什么打呀 还不是因为他有了那个上下战队之战 今天啊咱们就得说说呀 这上下战队之战这两位主角的命运了 哎咱们要是说呀 咱们就得先说那个热闹的人物 谁呀就是那个下战队的吐司啊 搬滚 其实啊在早些时候啊 就有好朋友在留言区问过了 说不知道这上下战队之战 这下战队吐司搬滚后来怎么样了 是不是就没消息了 哎还真不是 这搬滚呢他还有个结局 咱们证书里说到哪啊 证书里说到这搬滚呢 和这个川山总督庆复 这俩孙子商量好了 上下起手啊欺瞒皇上 这搬滚呢 这可豁得出去 他下的本啊 虚微的大了那么一点点 哎他对外宣称自己啊 死了 庆父啊给朝廷的奏报 以及对外的宣称啊 是这个样的 他说这搬滚呢 被他赶到了最后的据点如朗寨 最后呢这搬滚一家大小啊 在这如朗寨的一座碉楼里 就焚火自焚了 那这朝廷就得问了 那尸首找着了吗 庆父说烧没了 并且这庆父啊 和朝廷和乾隆皇帝啊 砰砰的拍胸脯 他说这上下战队啊 都是家戎藏族 民风彪悍 这男子啊 以这个自己的配刀火枪啊 为生命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火堆里啊 捡到了这个老帮滚的 这个火枪 这就能证明 这帮滚呢 确实烧死在这如朗寨的 这座碉楼里 那这乾隆皇帝信吗 这乾隆皇帝压根就不信 哪啊 你就烧死了 好没样的 哎 前边还一直打败仗呢 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一个胜仗 并且烧死了贼囚呢 这乾隆皇帝啊 给这个庆父的旨意里边啊 就透露出对此事的不信任 他说呀 这搬滚家口 既可潜逃 而搬滚狡猾异常 反而不为逃生之技乎 以上种种可疑情节 庆父不因聚信为确然 这乾隆皇帝就说了 这大兵家境 围的水泄不通 你看啊 这搬滚的家里边很多人呢 都能够想方设法 设计潜逃 这搬滚呢 是狡猾异常的人 他就不能设一个计 哎 想办法逃跑吗 你看啊 你所给我揍的这些情节啊 漏洞百出 情节十分可疑 庆父啊 不应该就以这些证据 就断言这搬滚呢 烧死了 要说这个庆父和这个搬滚 这两个人呢 没穿户好 这两个人的定计也是这样的 哎 说这搬滚呢 烧死了 这庆父呢 就给乾隆皇帝咒报 说沾堆吐司啊 拒雕而居 大军压境进食 叼那男女老 又是具备火烧一人 未得逃脱 然后呢 这下战队这头啊 这搬滚一计而行 就找一个小的成寨呀 引顿三年 三年以后啊 再起父 敲没牙的 这朝廷这皇上 也不一定就真能知道 那这庆父 他是怎么想的 要欺君呢 哎 这庆父啊 没事在营里抱爪一算呢 他算了 这搬滚呢 岁数可是不老小的了 没准啊 哎 跟我约定这三年啊 在这三年期间 他就尿息了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 那皇上就更不知道了 所以说呀 我就白白的得了军功 我加官进决呀 指日可待 那么这搬滚 他又是怎么想的呢 这搬滚说呀 嘿嘿 我呀 是得火一天 是且过一天 于是这两个人分头啊 就一计而行 可是这搬滚呢 他压根就受不了 在这鸡脚嘎喇子 雪山背后 这小城寨里边的生活 要酒没酒 是要窑没窑啊 想看看歌舞吧 哎 这城寨里边啊 女人都不够 更别说呀 有能歌能舞者了 于是这搬滚啊 看着这个庆父啊 和这个李治粹 把这个大军撤走以后啊 没过几个月 就回到了这如朗寨当中 继续也做了他的大吐司 吃着喝着看着歌舞啊 哎 太得平平的过他的日子去了 太过琢磨呀 他想啊 这清朝政府啊 不会因为他这么一个威莫之人 他这一个弹丸小弟 组织这个大军呢 杀过来 可是啊 他就万万没想到 这战队之战结束 没过两年呢 这有一支大军呢 就又来到了这川西地区 对喽 这大金川呢 他反了沙罗奔 金川之战 正式拉开了序幕 眼看着 也是大谷的清军的筑地呀 离自个的下针堆 鲁朗寨呀 也没多远 不过是几百里地之遥 这搬滚啊 能坐的也无非是跪在佛像前边 咪陀了我的佛 整天啊 念经祈祷 这搬滚心里清楚之呢 哎 这沙罗奔他再豪横啊 跟这个清朝大军 政府军比起来呀 支撑不了几个回合 所以说呀 这朝廷大军呢 最后拿他这个搬滚试问呢 也无非就是拐个腕啊 烧这手的事 果不其然的 这张广司来到川西干的第一件事啊 并不是排兵目阵对付这沙罗奔 而是奉了这乾隆皇帝的秘址 先打听打听 这搬滚到底烧没烧死 那这还不好打听吗 您这搬的爷 在这个下瞻堆如朗债大债当中啊 您正吃着喝着正玩着乐着 这呀是长着眼睛的人 都能看得见的事 所以说这张广司呢 也没费多得劲 就调查清楚了这老搬滚的去向 这一下子这搬滚 那算是小面着火 慌了神 于是啊 就赶紧想办法应对这件事情 哎 他一封书信呢就写到了这魏赃地区 拉萨布达拉宫 那儿谁是他后窜啊 好奇 大活佛达赖喇嘛呀 这搬滚呢 在川西地区 那是老炮 和这个魏赃地区的政权联系 那是非常密切的 您看啊 前文书咱们就交代了 咱们说呀 这沙罗奔和这个魏赃地区的政权 有没有联系 咱们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这个魏赃地区 大喇嘛支持他呢 咱们也不知道 一切呢 咱们只能是猜测 这搬滚可不一样 史书记载啊 这搬滚跟达赖喇嘛 关系就是好 这为了搬滚这件事情啊 这达赖喇嘛 多次修输到中央政府 到乾隆皇帝架前 给这个搬滚求情 到了后来啊 这搬滚能落个全脸 和这件事情啊 有很大的关系 这搬滚呢 一面找他的后窜啊 跑到乾隆皇帝那儿 给他求情 另外一方面呢 跑到这个清军大营当中啊 表示天朝大军 征讨大金川沙罗奔 您是要钱呢 我们这儿啊 尽全力给钱 要粮呢 我们给粮 要人呢 我们派人帮忙 总之啊 是十顶十的全力支持 然后又花钱走门子 不停的通过这个四川巡抚 川山总督 向这个乾隆皇帝那儿渗透啊 他服了 他再不敢了 以后啊 一定要他的事实 在川西这块做顺民 做乾隆皇帝的模范吐司 为了刚进一步的表示诚意啊 他还把他一个儿子 送到这泰宁寺出家 好熟啊 这些年他的罪 哎呀 这态度表现出来的 那可谓是极其诚恳 哎 这乾隆皇帝最后都闹的 薛薇啊 有那么点不好意思了 这乾隆皇帝左手啊 拿起了这个大喇嘛 给他写的求情信 右手呢 拿起了川山总督啊 给他的奏报 哎 这搬滚最近的这些表现 这乾隆皇帝也只能无奈的说 哎 搬滚未死啊 早有名言 金济亲身率众归城 从前庆父等之 七格捏是更无可置变 这一句话呀 算是把这搬滚饶了 可是啊 这后半句话呀 那可厉害了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庆父送上了断头台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说说这庆的爷了 这庆父庆父是什么人呢 这庆父啊 了不得了 身世可厉害了 年轻啊 归他年轻的 可是在乾隆朝初期啊 这庆父绝对算得上是老婆 您还记得这立不尚书龙科多吗 对 九门提的龙科多也是他 同国为的儿子龙科多 这庆父是谁啊 这庆父啊 就是童家世 童国为的六儿子龙科多的亲弟弟 您想想啊 这个份儿 这个角儿 那到了乾隆年 他能不是老婆吗 并且呀 和这个乐亲和这个傅恒一样 这庆父啊 也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选下的以后保国之臣 因为啊 原因很简单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乾朝臣中的 那是乾朝皇帝 所以说这新皇登基啊 他必须得培养自己的势力 哎 这个庆父就是乾隆皇帝看好了的 要培养的自己势力 谁想啊 乾隆皇帝竟遇上这事了 总是赶上那个窝头翻了个儿啊 有多大的脸啊 陷了多大的言 这庆父啊 和这个搬滚捏造好了 制造了这个假象的上下针对大劫 这乾隆皇帝虽然心里存疑啊 但是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 哎 那既然打赢了呢 那就只有一个字 赏 这庆父啊 这小身板啊 一下子就晃悠起来了 哎 撞起来了 他先是啊 入了阁了 被拜为文化殿大学士 然后呢 还监管兵不适 官居一品呢 还有荣誉称号 什么荣誉称号啊 加封庆父为太子太保 对喽 东宫三师之一 哎 可是这好日子不长 转过年来呀 哎 就犯了案了 犯什么案了 那不用我说呀 这捏造战功的事他犯了 因为这个张广司的大军呢 已经到达了四川 这张广司得到皇上的这个密令 让他呀去打听打听 这帮滚呢 到底死没死 是不是和这庆父一块啊 狗屎莲花的欺瞒皇上 那这张广司找谁打听啊 这张广司就想起一个人来 这个人呢 是个土司 就是这川西一带的土司 叫什么呀 叫汪杰 巧了 这汪杰土司啊 和这个帮滚呢 他也是好朋友 经常是如朗寨的座商客 这张广司啊 就问汪杰 说这个老汪啊 我得问你个事 你得如实的告诉我 说这个帮滚 到底死了没有 这老汪咋不咋没眼说 没有啊 昨儿我们俩还一块喝酒呢 这张广司一听 嘿可爱呀你们 于是不敢怠慢 赶紧把这些事情啊 都如实奏报给了 北京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一听就撞了 赶紧下令 把这件事情的相关之人 都拘大到刑部 并且呀 嘱咐刑部堂官 用刑 不说实话 就用刑 您想想啊 那招来的 那不是将军呢 就是大员 这帮人呢 一开始都嘴硬着呢 后来这一通板子 相关之人 包括什么 宋宗章 李之翠啊 全都招了 他们说呀 压根就没看见 这搬滚的尸手 于是 这乾隆皇帝 干脆也断舍离 毫不客气 令这个侍卫啊 跑到庆妇他们家 像捏小鸡子一样啊 就把这庆妇啊 抓到了刑部大牢 定了个斩监后的罪呀 先关着 到了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这大小金川战役也打完了 处理这些相关人等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可就想起庆妇来了 就在乾隆十四年的九月份 乾隆皇帝下令 赐死庆妇 于是这太子太保 庆夫庆的人呐 哎 一根白铃子 就吊死在刑部的大牢里 得嘞 这就是上下战队之弹 两个相关的大人物的命运 得嘞 天不早了 有什么话呀 咱们明天接着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